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简单开合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一键三连 上一次开箱的应该是眼镜厂的泥豆子 还是那款断头箱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因为真的是过去很久了 很久没有看所有小姐姐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款万代眼镜厂近期出卧的这款 高达创行者在其里面的女一号算是 牙医 说实话有两点我比较关注和好奇 第一个就是早期官图公布设定图的时候 感觉脸部还是那种大眼蒙蒙的牙医 虽然说不是那么特别像动画里面的表现 但是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而第二点就是万代眼镜厂 感觉现在做工方面还是挺值得让人看一下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牙医表现怎么样 主要还是因为 创行者再起这第二季不是开始放送了吗 然后这款产品也是近期出货 感觉还是挺有热度的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毕竟是开壳 咱们痛快一点 变化还是挺大的 好看一下 这个如果还不错的话 我准备摆到电脑旁边 毕竟景品很便宜 希望表现应该好一点 底台 手办的主体 没有头 焦味还是挺浓的 这个焦感还是挺浓的 头部 一个纯白的底座 下面是一些万代和产地中国的名文吧 这个脚还行 这个左脚 很紧很紧很紧 好接着把这个头往上 看看这个砖 这砖也是不短 搭上前就是这款眼镜厂牙医的一个完整造型表现了 首先在尺寸方面 手头也没有尺 但是感觉你可以看到 超过一纳 这个20多厘米肯定是有了 尺寸还是不小的 而服饰方面是采取了在游戏里面中的一个造型 可以看到是一个标准的科幻风格的一个衣服 上半身这是一个 这算什么衣服 算个外套 袖子很蓬松 然后下半身是一个紧身衣 上面的图案带有一定的科技感 并没有像动画天第一季 最后一集里面那样穿上什么罗莉塔的长裙 当前就是一个标准的服饰设计 整个动物饰方面感觉设定还是比较简单 算是一个行径中的一个停顿站立姿势 给我的感觉就是实物 在这个距离下观看 感觉比想象中是强一点的 但是如果说离近一点看的话 其实也能看到不少的瑕疵 我个人感觉这次在做工方面 问题比较多的可能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还是比较常规的分膜线 比如说在袖子部分 或者是在衣服上摆这边 都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分膜线 而再一个 因为这次采取的是牙衣游戏中的造型 下半身是一个紧身衣 比较光滑的表面 这次可以看到其实处理的并不是十分光滑 感觉麻麻来来的 麻麻来来的不怎么平滑 特别是在腿部的接缝这边 感觉可以看到磁吸笔服的一些表面的纹理 包括袖子这边也能看到一些竖纹 而接着在小腹部分可以看到这一块瑕疵 像是一个什么污渍 算是染色还是什么一个腐蚀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用手蹭或者是抠 其实感觉是无济于事的 算是个人的一个中奖 接着在外观质感方面 胸口部分这块衣服其实是区别长袖这一块 包括下半身的紧身衣部分 这一块是做了一个亮面的质感 和上半身和下半身区别还挺搭的 而另外无论是上半身的白衣也好 还是下半身的紧身衣也好 可以看到是带有调外涂装的 来增强科技感 未来感 那么综合表现 这个做工方面其实在正面 即便不去仔细看 也能看到不少做工的瑕疵 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因为牙移的服饰所致 因为都是这种贴身的 或者是很光滑的这种质感 所以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对于这款牙移的景品 我个人感觉问题最大的部分 应该还是在头发部分质感方面 虽然说在正面可以看到 整个头发的动势很飘逸 也很柔软 感觉这个动势做的还不错 但是如果说离近看的话 首先在刘海部分 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区痕迹 前面刘海是一段 后面这块又是一段 而这块这两根头发 上面接缝也是 捏合的痕迹很明显 其他这几组感觉还好 但是因为刚才说过了 表面是能看到不少凹凸的结构 并不是十分光滑 所以质感方面还是挺粗糙的 而另外这边可以看到一条 非常明显的分膜线 做工方面感觉 只能说凑合事 但是远看上去 我个人感觉 其实牙移这一次 还是具备着一定观察性的 首先正面可以看到 虽然动势不大 但是牙移身材 包括一些小细节的扭动 给我的感受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下半身 感觉全部都是大腿 感受还是挺棒的 而另外 在我个人感觉最重要的面向部分 这次牙移 眼镜厂的实物表现 说实话 比个人感受是强很多的 特别是比了峰会以后 其实实物看上去 比峰会是强不少的 峰会眼睛看上去真的是很小 虽然说在面部表现 确实能看到那么一点动画味 但是感觉不是很美丽 等当前实物表现 应该是介于之前的CG开发图 和当前盒子的峰会照片之间 因为感觉眼睛部分 瞳孔做的还是不小的 对于牙移这种电子生命体 这种冷傲和孤傲的表情 刻画的还是可以 还行 就是面色部分 可以看到是比较苍白的 在裙口往下的部分 也就是小腹到腿部 针对于人体结构的细节刻画 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在内部或者是小腹部分 这些肌肉结构 或者是一些女性特有的特征 这款把握的还是挺不错的 感觉也算是一定程度的 走了一些写实风格 而且虽然说手办整体动势不大 不过通过侧面来看 像腰部小腹部分到吐喷部 对于S型曲线的把握 还是挺不错的 也算是一个看点 总的来说 个人感觉 这款眼镜厂的牙移 在实物的造型感 或者是观赏度方面 其实还是超出了一点 我的预期的 还不错 就是做工方面 细节瑕疵确实是比较多 如果说看着实在是看不过去的话 建议给这款眼镜厂的牙移 来进行一下细节部分的冲突 或者是打磨吧 应该效果会不错 不过成本的话肯定就会提升很多了 总的来说 这一季高达创行者再起 因为之前高达创行者衬托的关系 口碑还算不错 而且无论是高达创战者 还是高达创行者 在动画里面 我们总是能发掘出类似 偶像定位一样的女性角色 比如说之前的文奈学姐 或者是沙拉 或者是眼镜人班长 或者是强子 当然还有今天的牙移 或者是青梅吧 也可以说在高达模型广告发里面 各位也能发掘到自己喜欢的女性角色 当然还是挺不错的了 不知道各位对于创战者 或者是创行者系列 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是哪一个呢 牙移的人气真的是不敌 因为之前MegaHouse也是放出了牙移的手腕 这个商品的预定信息了 万代还是非常重视牙移的 不知道各位对于这款眼镜厂出品的 几只块的牙移感觉怎么样 无论是造型还是做工 各位都可以发现弹幕来品评一下 当前这款牙移放在桌面上 作为长期摆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首先尺寸的还是够大的 另外一个做工方面也不是那么细致吧 平时露点灰什么的也就不是那么心疼了 放在外面远看一下也还行 好了 这期开箱开到这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